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悠悠露鸣 轻薅济世的故事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人们常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繁忙的求学生活中 妈妈总会亲手做好烟香锣 烧给自己心爱的女儿 哥哥们也疼爱这个小妹妹 鼓励她好好念书 图优优一直保存着一张 在十四岁的时候 哥哥寄给她的照片 我们来看 哥哥在背面写的赠语是 优优 学问是无止境的 所以当你局部成功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认为满足 当你不幸失败的时候 你亦千万不要因此灰心 优优 学问绝不能使诚心求她的人失望 在这个开明的家庭里 图优优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以为生活就会这样甜甜蜜蜜 按部就班地走下去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在图优优16岁那年 一场重疾 差点摧毁了这含苞待放的生命 原来图优优患上了肺结核 要知道那是1946年 社会动荡 西药齐缺 原来就极难治愈的肺结核 更是成为了绝命杀手 一旦中招 几乎是没有生还的余力 那段经历 因为时间和病痛的浸染 已在图优优的脑海里 变得遥远 模糊 但始终有一个印象 令她难以忘怀 也不 deixar 用来 曹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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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这个看上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品读图优优优的人生故事 明天见